法国玛丽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时,高傲了她,为何却向柜子手道歉? 这位法国王后,叫玛丽安托巴内特,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。 玛丽贵为王后,在被拉上刑场行刑前,却向柜子手道歉。 她为什么要道歉?为什么又向柜子手道歉呢? 玛丽安托巴内特画像玛丽出身高贵,她的父亲是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,母亲玛丽亚特雷莎, 不仅是罗马帝国王后,还是奥地利大公,布西米亚及匈牙利女王。 玛丽从小就在极好的环境中,接受贵族教育,再加上,她又生得娇小可爱, 每个见到她的人,都真心地认为,她是天使一样的存在。 作为公主,婚姻自然都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了, 玛丽的婚姻也不例外,早在她十亿岁时,出于政治上的考虑, 她就被许佩解了法国王傅义奥古斯特的波旁。 在她十四岁时,并告别了家乡,来到了法国巴黎凡尔赛宫,和路易王子居行。 了圣诞了婚礼,成为了太子妃。 路易十五去世后,路易王子继承了王位,是为路易十六。 玛丽也被册封为王后。 遗憾的是,玛丽身为一国之母, 却从来没想过她的子民过着怎样的生活, 更不要说为他们做点什么了。 她生活奢靡,喜欢一切时尚华贵的东西, 每天忙着寻欢做了她,无暇考虑国家的事情。 路易十六对这个小妻子非常纵容, 她架不住玛丽对她撒娇发达,哭哭啼啼。 她是个善良好脾气的人, 只能一次又一次动用国后里不多的钱, 来满足她的挥霍放逐。 路易十六画像很快, 玛丽的挥霍无度, 就让国库空虚,债台高筑。 然而,她丝毫不收敛她那花钱如流水的行为。 路易十六为了满足她, 不得不向人民收取更多的税收, 而这自然遭到了人民的抱怨。 随着矛盾的尖锐化, 宫廷大臣们也趁机争权夺利, 大肆敛财。 最终,不堪重负的人民奋起反抗。 在这场声势浩大, 在反王室浪潮中, 玛丽和路易十六成了大家攻击的罪魁祸首。 特别是一向挥霍无度的玛丽, 更是成了人民嘴里的无耻的荡妇, 凶残的魔女, 许多贵族怕惹火烧身, 纷纷远对别国。 或者, 干脆放弃了贵族头衔, 加入了革命队伍。 面对人民的愤怒, 生性懦弱的路易十六毫无办法。 玛丽坚决不肯向革命者妥协, 她先是向那些流氓国外的贵族们求援, 但是那些贵族们却趁机索要权力。 在遭到她的拒绝后, 他们便处心积虑, 想要取走她和路易十六的人头, 去争取做革命者的当权者。 万般无奈之下, 玛丽又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计划, 然而, 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成功。 法国革命死后, 在法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中, 她为了能得到奥地利国王的帮助, 不断地把法国军事作战的机密泄露给奥地利。 她这种叛国行为, 彻底激怒了人民。 最终, 王权制度被愤怒的人民推翻, 玛丽可。 路易十六也成了阶下囚。 在玛丽被拘押的那段时间里, 大量她勾结麦迪和阴谋镇压革命的文件被发现, 还有不少贵族为了取悦革命者, 不断揭发她的罪行。 革命者来不及验证这些罪行的真实性, 便一股脑算在了她头上。 甚至有人揭发说, 她和她那儿子路易十七有着不正当的关系。 面对审判, 玛丽挺直的腰身, 镇定地站在被告席上, 听着人民对她的控诉, 对于一些匪夷所思的罪行, 她坚决否定始终不肯低头。 几天后, 被判处死刑的玛丽被带到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前, 她一路忍受着人民的谩骂和嘲笑, 始终镇静前行。 登上断头台后, 玛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 然而, 就在这时, 发生了一小段插曲。 在混乱中, 玛丽不小心踩到了跟在她身后的柜子手。 她回过头不失优雅, 和礼貌地对柜子手说, 请原谅我, 先生。 虽然玛丽在行将处死前, 对柜子手这种优雅的道歉, 没能, 让她逃脱上断头台的厄运, 但她却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, 让后世牢牢记住了她。 参考始料, 法国革命史, 入一十六之死,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